在今天这个现代化的大时代背景下 女性经济独立 生活上也可以很好地照顾自己 有些女性甚至比男性的经济条件还有远 一些女性甚至认为自己没有必要找另一半 感觉另一半有时候甚至是个累赘 事实确实如此 当女人的经济条件比较好的时候 对男性的依附性会大大降低 可是这并不代表女性不需要异性的相伴 特别是生理方面的需求是不可忽视的 一个生理已经完善的女人 如果长时间没有性生活的话会有多危害的 女性痛经的日子会增多 女性的月经和性激素的分泌有很大的关系 长期没有性生活会使性激素分泌减少 从而引起月经期痛经 月经期精血量异常 经期不规律 月经期延长等异常的现象 第二点 女性的色斑会出现 面容看着比较憔悴 长期不进行性生活的女性 体内的激素分泌不平衡 久而久之内分泌失调 脸上就会出现痘痘色斑 看着脸色特别差 有时甚至还会引起乳房脏痛 肿快或者乳腺炎的发生 第三点 容易让女人失眠多梦 烦躁多汗 精神紧张 很多三四十岁的已婚女性 都会去医院咨询 夜间睡觉时会出现多汗一梦 失眠难以入睡的现象是什么原因 这个时期的女性性欲望是最强烈的时候 但是这个时期的夫妻已经过了激情难耐的时候 而且生活压力特别大 夫妻间的性生活次数和质量都大大下降 时间长了 女性体内的荷尔蒙聚集到一定程度时候 就会影响人体的神经系统 出现失眠多梦 出汗等现象 第五点 两个人从当初的相识 相知相爱 相守 共同走进婚姻的殿堂 进去了同为夫妻关系的模式 两个人彼此都有义务和责任 来把共同生活过得美好幸福 女性想要让自己过得幸福 不仅物质上要得到满足 生理上也需要满足 有适当的情趣 来给男性你诱惑 来促进夫妻性生活的进行 不仅让男性更爱你 也会让你更美丽幸福 健康快乐 感谢观看